听为是如意救了皇姑娘 她无事吧 无事 而且听宫里传回的话 义竹儿知道 纳尔布大人足了的消息了 朕不许人说 海贵人也没对人说 她怎么会知道 那必是有信任安排的 先报死去 再送纸钱 让太后以为是义竹儿诅咒 动了责罚 这是好著名的安排啊 是皇后 皇后千算万算 没算到姬太平会行刺 简直是拿太后冒险 又用太后之手处置义竹儿 难怪太后生气 臣妾给皇上请安 皇后来了 皇上 皇后娘遇刺 臣妾心中实在惶恐 想回宫亲自给皇后娘请安 皇后孝心可见 不过你也派人回宫问过案了 心意尽到就好 后宫诸事繁多 还有劳你一一操持 皇后娘遇刺 皇上的意思 臣妾明白了 皇上的意思 臣妾明白了 臣妾明白了 能不能拯救你 必须要拯救你 可掌握 不可算是要拯救你 您肯定要拯救你 我们要谨慎点 以免惹来大祸 你忘了煤瓶和仪瓶的例子了吗 如果有人问起 就说是我中暑了 千万别说我已经有孕的事 奴婢记者了 皇帝是挂心哀家被刺一事 我特地赶回来 也算是有孕心 只是那个皇后 哀家一想起来就还是有气 您已经处置了承汉 也一直冷着皇后 就让他自己吃着教训吧 倒是皇上 竟然明着按着提乌兰娜拉市 想来室友放他出来的意思 您那日也说 让他留着性命以待来日 竟然怎么不松口了呢 两条皇寺的命必得有人背 对 当年哀家让他进去也是因为这个 如今这个说法没动 即便他救了哀家 也不能轻易放他出来 罢了 不提他们了 叶和纳拉调教得如何了 琴棋书画都精通 人也是聪慧灵巧 一点就通 这么好 便无半点缺处 哎 整日里捧着皇上的御尸不放手 眼神也是痴痴的 是个情种 太后 要是他感情用事 怕也难成大气 有点真心 更好成事 儿臣给皇阿娘皇上请安 请太后 皇上安 都起来吧 谢太后 皇上上 今儿横提妹妹也进宫了 皇阿娘最高兴了 素日在贤卿王府里 由福晋教养着 哀家也难得见横提一次 如今细看 可见 福晋是花了心思来调教的 皇阿娘身体康健 今儿个朕陪皇阿娘去登万寿山 皇阿娘丝毫不见疲惫 可见是看到横提妹妹开心了 贤亲王福晋待我极好 只是 女儿很少看到阿娘 总是想阿娘 阿娘也想你 来 陪阿娘坐 好 皇阿娘 这是皇后带着嫔妃们做的花糕 您尝尝吧 看着就好吃 阿娘 您先尝一个 皇阿娘最爱吃细软之物 这花糕做成金钱大小 入口绵软细滑 皇后有心了 儿臣身为儿媳 只是想知道皇阿娘的心思 以便让皇阿娘更舒心 除此之外 别无他意 皇后如此光明正大地孝敬 哀家怎会不喜欢 咱们是皇家婆媳 必不得人家小门小户 一家人鬼鬼祟祟 互相揣测 闹得何家不能安宁 皇娘的话 皇后都听下了 皇娘 咱们插过竹鱼 喝点菊花酒 来敬重阳吧 甚好 太后 皇上 皇后娘娘今日特地备了歌舞 咱们不如边饮酒边看歌舞如何 好 都坐吧 谢皇上 皇上 皇上娘 儿子敬你一杯 臣妾 祝太后 皇上 皇后娘娘 福寿康勇 顺心遂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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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旨 皇帝呀 一入秋日 再舞这曲《桃妖》 太不合时宜了 咱们换一首歌舞吧 哀家给你引荐一个新人 皇娘做主便是 傅家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皇上最爱诗词 这姑娘啊 倒是不俗 什么不俗啊 曲不成曲 调不成调的 唱的这是什么呀 这是李清照的醉花音 凌波微步 踏歌吟诗 果然倾心倦勇 别出心裁啊 两枚玺呼 滚嘴 磨大门五销梦 别出心烟风 荣碧一花幻花生 荒花上 歌舞都唱完了 还不走近点 请太后 皇上 皇后安 好 今夜的歌舞甚好 你为何只念诗词啊 臣女不喜太过热闹的歌舞 反倒觉得 古人的诗词更有韵解 需细细品味才得以异曲 臣女素闻皇上 比圣祖闻心之志 想来会得知音之感 皇娘精心挑选的人 果然清理 心思也不俗啊 这首李清照重阳司军的醉花音 也很合时宜 合不合时宜 哀家说了不算 只有皇帝你说了才算 皇上 这位格格是侍郎永寿之女 是满洲相皇启人 出身倒是算贵重了 你叫什么名字 易欢 有心易欢臣之意 易欢 这古代男女相悦 女子对情人的称呼便是欢子了 你这个名字很有情志 是 皇上博雪 臣女平生最喜相见欢一词 那朕便是与你相见欢了 你姓什么 叶赫纳拉氏 叶赫纳拉氏 皇上 臣妾虽出身遇事 可臣妾曾听闻 这叶赫纳拉是曾为我大清太祖 努尔哈赤所灭 这叶赫纳拉的首领金台籍 死前悲愤不已 曾立下誓言 即便叶赫纳拉只剩下一个女子 也要灭了爱心觉罗 不知她这是不是真的呀 家贫博文确实不错 传闻而已 叶赫部早就已经沉浮 易欢的阿玛 也好好地做了皇帝的侍郎 哀家就不信了一个女孩子家 能成了京了 皇帝啊 你说呢 朕记得太祖的孝慈高皇后 便是叶赫纳拉氏了 还替太祖生下了太宗皇帝 可谓是公传千秋啊 嗯 易欢 还不谢恩 臣女多谢皇上夸赞 朕倒不是夸赞你 只是 这叶赫纳拉氏出身高贵 能将诗词念得如此婉转动听 实属难得 朕记得 宫中通晓漢家诗文的 除了贵妃 那便是 如今 这位易欢妹妹 倒是和如意姐姐一般 精通诗书呢 皇上通想满猛汉文字诗史 臣女怎敢在皇上面前 做了愚昧无知之人呢 罢了 你既然和朕有缘 那就做个贵人 陪伴在朕的身边吧 多谢皇上 臣妾敬皇上一杯 贺皇上喜得佳人 恭喜皇上 皇上 皇上 今日新人且歌且舞 咱们地上的热闹已经够了 臣妾的阿玛 从外头寻了花炮盒子 不如咱们看看天上的热闹 好啊 是可应景 皇上 皇上你快看那个 那个红的 那个是天女散花 快跳啊 旁边那个红的 那个 那个是金猴献果 有八仙座 金灰奇笔 铁树开花 那个最别致的那个 那个叫杨贵妃关谷的 嗯 真漂亮 这个好美啊 真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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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喜欢 这烟花虽好 也是热闹 但若做人 都只能像烟花一样 热闹了这么一时 就要回归伎俩 倒不如做这天上的点点心 虽只有微光 却可以永远明亮 来 皇后娘精心调教的人 果然与众不同啊 你说话很让人赎心 便赐封号为书 赐具处秀魂 谢皇上 皇上 皇上 不好了不好了 路宫走水了 怎么会走水 独裁也不知道 走 怎么会走水呢